各位接下来介绍两个修改器 我们先介绍第一个 第一个它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变形的工具 来 各位请看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先拉一个 我们用长毛体来做好了 因为长毛体比较常用到 然后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是要针对它做一个整体的变形 所以麻烦各位 这个长度分段可以分多一点 分多一点 分多一点 等一下变形的话会比较顺 比较柔 好 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修改器当中啊 各位你找一下有一个呢 这边 自由形式变形 看到了吗 自由 形式变形 其中啊 我们比较常用的是这个 哦 四乘四乘四 长宽高都是四个点的 这个比较常用 好 各位点下去之后呢 哦 那你会发现啊 这边啊 外面就有金格点 有没有 哦 来那它到底要怎么做怎么用 哦 来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呢 我稍微把它转一个角度 哦 转一个比较正的角度 好 我用我们的选举工具 把这四个点把它选起来 好 把这四个点把它选起来 好 那至于你要不要上色都没有关系 好 那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四个点选起来 好 把这这一排的这四个点用框选的方式选起来之后呢 我们用移动工具啊 好 移动工具 好 看一下啊 这样我们会选到 来那我们就把它打开来 这边 把这个前面啊 FFD啊 4×4×4 前面的加号呢 把它点一下 这边一个控制点 只是这个圆圆的控制点 控制点 选到这控制点之后呢 我们再一次的把它选起来以后 它的箭头都跑过来才算哦 然后呢 我们把它按住 拉出来的时候啊 那它就可以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变形 你呢 不一定要选到一整排啦 只是说一整排呢 在做变形哦 它会比较明显一点就是 像这样子 藉由外面 它好像是一个 它把一个物体 用一个框架把它框起来 然后呢 你只要去调整这个框架的部分 只要去调整这个框架的部分 然后去做一个拉动 做一个调整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就可以很迅速的去达到 你要改变它整个造型的部分 注意到哦 我通常会先调整到一个平面 这样再选才会选到一整排 在移动的时候会比较漂亮 要不然你只有选到其中一点哦 有时候呢 它做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对称 那比如说这边 我们再把它转过来这边的时候 那你再看一下你要转 你要怎么去选 比如说呢 那我们就可能 选到 这一排 哦 再拉 那各位你看一下 所以呢 它就可以让你比较快速的 做整体的造型的变化 哦 那记得哦 分段你要多一点 分段多一点 起来才会柔 哦 比如说我们再做 比如说我们做一颗球体好了 好 一样 心里的分段分多一点啊 分多一点 分多一点的话比较柔一点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套用我们的这一个 FFD的这一个 好 变形 自由变形 好 好 这个 好 那么呢 这时候呢 它就有一个框架 把这个球框起来以后 一样 我们选到金格点的控制点 那么 当我把它 这一排 选起来以后 我们把它移出来的时候 哦 那可以看到呢 它就变成一个这样的造型出来 哦 所以呢 它呢 有点看你怎么去抓啦 哦 依你所选到的东西 依你所选到的控制点 你再去拉动的时候呢 那么就可以呢 依照你想要的感觉 去做做看 哦 那么呢 完全用上面的外面的金格 哦 的控制点来控制就可以了 那你不一定只要一整排 如果你觉得说只要一小部分 那也许我只要选到其中这两个 好 在做移动的时候 那出来的话呢 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你可以尝试做做看 你要哪一种情况 好 OK 这是我们交给各位的 补充说明的 第一个自由变形 哦 他是一个框架把它同期框起来以后 依着调整外面的框架 来让你产生一个 比较快速的整体性的变形 好 如果假设你觉得说 你用那个编辑做冰形 太慢了 因为编辑做冰形的话 他可以 他是要调很细的东西 那我是要整体性的变形 那如果你用我们之前讲的拉伸啊 弯曲啊 倾斜啊 都达不到你要的 那你可能就要考虑 是不是用这一个自由变形的方式 来也许你就可以依外面的这个控制点 取到控制点的方式来做改变 也许就可以慢慢的塑造出你要的一个造型出来 做一个安全报道 就不用考虑书才 fosseさ 解决09 都没有宽了 你能列动 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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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圆球 藉由我们这个金泽点的一个拉伸 藉由这空间的拉伸 就可以把它变成一台像太空船一样 有没有 一个圆球 然后藉由这些空置点的拉伸 那么你就可以塑造出你要的一种 比较圆弧的造型 奇特的造型 这东西 以我们前面所教的那些修改器 没有办法做 你必须要局部的拉伸 局部的拉伸 局部拉出来才有办法去改变那些形式 来变成我们所要的一个比较奇特的造型出来 那么等一下各位都可以玩玩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